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今次最主要是有一个多元化的背景 以及更能够代表香港各阶层 各级别的候选人都出来竞选 今次的选举 我想这个例如我参加的这个界别 既能够选出言能 但又不会含有一个泥章出角 但你知道它的设计是透过 先选出一个代表性的选委会 再来去报名 而它更加开放的是 我不是选委来的 我都可以报名 这个它设计得很有意思 值得值得一站 就是我们摸索出一种 我们代议的民主方式 这种民主方式 不一定是西方式两大阵营 两个党这样去做 还有更重要就是 聚焦大家关心的问题 而不是一种政治表态的选举 各个阶层 各个范畴 各个工种 各个领域都有代表 我们也都要见到普通的労工阶层 也都见到有巴士的车长 也都见到有电工 也都见到有不同 在1448名选委当中 涵盖了所有的界别的选委 每一个界别 他们都举办了见面会 有大的 中的 小的都有 对候选人来说 其实是一种挑战 因为我们以前每个人 只是在专注某一个领域 可是这次我们再见 那么多的候选人 这个选委当中 要去了解各个行业 所以 其实我们内部竞争 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考的是候选人 方方面面 平常的知识和常识的积累 所以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上 更能够选出选贤与能 大家比的就是 我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 来服务社会 感谢观看